17岁的少女韩公主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中 热爱唱歌 本应处在一生中最快乐时光的她 却因为一场意外的发生 彻底失去了笑容 这天韩公主无意间发现 自己的一位男同学东允正被一群校园恶霸欺负着 她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挺身而出并试图打电话报警 这却惹怒了他们 并逼迫东允让公主喝下了摻药的啤酒 在炎热的房间里 43个男生挨个进入房间 对她进行了施暴并拍下了录像 过后校长为了不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 便安排一位男老师帮助公主 转到了一所新学校读书 而学校并没给她办理住宿 韩公主只好暂住在老师家里 在新的学校她结识了新的朋友恩西 在恩西和同学们的帮助下 韩公主渐渐走出了过去的影影 放学后她回到老师母亲的超市里去帮忙 因为乖巧听话 老师母亲把她像亲女儿一样看待 在游泳馆里 公主拼命地学习游泳 而她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不被淹死 一次恩西好奇地询问公主是否接过吻 韩公主犹豫一下回答道 结果而且是43个 但她们都不是人 是大猩猩 恩西也只是折得公主在和她开玩笑 因为音乐 公主渐渐和大家熟识 在优美的歌声下 恩西一行人一个个立在窗外聆听着 恩西希望公主能够参加某唱片公司的选秀比赛 发挥她的音乐天赋 公主接受恩西的建议 拍了一个弹唱视频参赛 然而爸爸的一个电话 又把公主带回到不堪回首的回忆中 在饭馆里 喝得醉醺醺的爸爸让公主签下一份文件 出于对爸爸的信任 公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下了她 不久公主也顺利地通过了选秀比赛 当同学们问她的梦想是什么时 她的回答却是 只要能在游泳池里游25米 她就很满足了 过后同学们将公主的弹唱视频上传到了网上 这却忍怒了公主 因为她不想暴露自己 她只想逃避 第二天早上施暴者的家长 根据网上的信息找到了公主 一下子冲进了教室 强迫公主签认罪书 公主逃了出去 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哭着 由于家长大当学校 校长也对公主提出退学的要求 公主再次离开了学校 心灰意冷的她决定离开老师这个家 可她刚走没多久 派出所所长追了上来 她拿出一份家长的认罪书 要求公主签字 失望的公主质问所长 明明错的不是我 为什么我还要逃走 随后公主藏身在一家桑拿店里 并且焦急地拿出手机与爸爸通话 电话那头充斥着欢声笑语 草草敷衍几句挂掉了电话 也挂掉了作为一个父亲的全部责任 她拨通了老师的电话 这才得知爸爸收到家长的钱 已签了认罪书 老师也无能为力 失去了最后的稻草 公主彻底绝望了 第二天公主坐上火车 踏上漫无目的的路程 而此时的恩西正和同伴 在电脑前观看着公主的强暴视频 他们终于明白 当初公主为什么反对她上传视频 在收到了公主的来电时 却陷入了犹豫之中 走投无路之下 公主决然地跳入江中 游泳池只有25米 很快就到头 但江河宽阔 它可以穿越世界的尽头 即使是灰暗绝望的一生 也有那么一刻是无比璀璨明亮 走到那个没有悲痛的地方 好 感谢观看